其实现在的早餐啊 就是你在外面买的 不是又油 就是又咸 对健康真的不是很好 那在这边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前阵子 我去咖啡厅吃到的一个 就是卖片早餐 我真的觉得 如果每天都可以这样吃的话 就真的是太幸福啦 吃这样子你不漂亮 不健康才怪 真的是撒旦想来找你都很难了 那这种健康又营养 又好吃的卖片早餐 要怎么做呢 那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所需要的材料有哪些 首先我们需要牛奶 或是优肉乳 再来当然是不可少的水果 它水果 任何水果都可以 只要家里有的新鲜水果就行了 还有坚果跟卖片 如果没有坚果也没关系 有的话当然是最好的咯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动索来做吧 每一盐都清搜治 第二盐都拿到 这盐都拿在 下十通了 咀嚓 第二盐都拿掉 顺利 奥 还有 我 鸡蛋糕 那这样 整晚满满又营养的早餐 就可以在十分钟之内解决掉 也不用在那边煎啊煮啊炸啊 然后弄的全身都是油烟味 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看 看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 然后其实啊 你燕麦你也可以把就是先 前天晚上就可以先做起来 就是先把牛奶啊 跟香蕉打在一起 打成那种果实 你也可以再加巧克力 就是可可芽粉进去 然后泡燕麦 然后泡一个晚上 就放在冰箱泡一个晚上 隔天起来就直接加水果跟坚果吃 就可以那风味更不一样 我家煎果的味道很好 然后其实你这个吃久之后 你就是吃不惯外面的那些早餐 每天这样吃 你要补漂亮 都很难 在外面可能可以看得到那个慕斯里 怎么做到一个这样子的做法 那如果说你还有其他不一样的食谱的话 也欢迎你就是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 最后最终的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不要忘了帮我按个赞 还有记得要点阅我们 右下方的订阅钮 还有小铃铛 这样我们上传新的影片的时候 你才会收到通知哦 下次再见啦 拜拜 每天都要吃好吃 又漂亮的早餐哦 然后啊像我老公这种在练身体的呀 你可能会觉得就是早餐 只有吃这些可能蛋白质不够 那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就是在那个柠檬奶里面 就是加入 就是你们平常在吃的那种乳清蛋白 所以就是可以让你的早餐 吃的有满满的蛋白质 又营养又健康 下次一起试试咯 urin CX urin CX urin CX